Hello,大家好,我是Becky 那今天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篇《人民日报》 那如果你昨天看了报纸或者看了我的视频 你会发现整个中国昨天的确诊病人的数量比前天多了15000多个人 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好了,对不对? 但是这个真实的情况是,昨天湖北省它改了计算确诊病人的标准 它改了这个standard 所以呢,整个湖北省昨天就多了14840个确诊的病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昨天我们的视频里面说 这个病人它分为一个确诊病人,就是confirmed patient 还有一个是疑似病人,也就是suspected的病人 那以前呢,这种看起来像,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疑似病人 它就是另外一个标准的 所以可能我们几天以前看到确诊病人是3万多人,然后疑似病人也是3万多人 那昨天开始呢,这个病最严重的湖北省,它就把这个在疑似病人里面,在那个临床确诊 这个叫临床的这个病人,就也计算到里面 什么叫临床呢?就是这个clinic diagnosis 所以这样的人也计算到里面,所以它突然就多了14000多个确诊病人,confirmed的病人 然后,但是我们去看这个数字,其实我们的疑似病人,就是suspected的病人,其实是少了的 所以总的病人来说,其实没有多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而且除了湖北省以外,那么中国的别的地方每天新增的人数也在慢慢的变少 这是一个好的情况 那好,今天我们就看一篇人民日报的关于湖北省的这个确诊病人 为什么增多,增加了这么一个报告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篇关于新冠肺炎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湖北今天新增确诊病例,为何大幅增加 这其实是昨天的文章 因为刚才我说了,昨天比前天多了15000多人,整个中国 所以这篇文章就解释了它的原因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题 可能这个病例,我们昨天提了一下 病例就是case,也就是病人 然后为何呢,它其实是比较正式的为什么 然后大幅呢,就是很大的幅度 就是很多这个意思,然后增加就是increase 那也就是说,湖北省今天为什么多了那么多病人呢 就是这个意思 好,然后呢,下一句 一大早看到湖北省最新通报 通报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notification 它其实是很正式的一个词 我们在这个口语里面用的比较少 然后数字大幅增加 大幅增加,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increase 一个很大的数字 然后湖北省最新通报 新增确诊14840例 含临床诊断13332例 好,在这个句子里面可能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通报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notification 第二个呢,是临床 临床是clinical 诊断呢,是diagnosis 所以临床诊断它就是diagnosis sorry,clinic diagnosis 然后这个力,它其实是就是一个人 它其实也是中文里面的一个量词 在这里是用力 它其实也就是14840个人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句的语法不难,对吧 然后就在一天前 湖北新增病例还只是1638例 一夜之间翻了将近十倍 好,所以翻倍的意思呢 就是double 然后翻了十倍 就是你知道啊 这个倍翻就是turn over double 然后倍呢,它是times 翻了十倍 因为你看一下 这个还是1638人嘛 然后这里就变成了1638人 然后这里就变成了14840个人 所以这个就叫翻了近十倍 好,下面说为什么呢 因为在通报里 在这个notification里面有一段说明 段是一个量词,一个menstrual word 一段说明,一段历史 我们来看一下 近期湖北省对既往的疑似病例 开展了排查 并对诊断结果进行了定证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里面呢 这个句子里面呢 它其实有疑似既往 先看既往 既往就是以前的 以前的 就是past, previous 然后排查 排是什么呢 排查就是 其实也就是去查 去看看 去check 但是它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词 然后并对诊断的结果 诊断就是diagnosis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结果进行一个定证 好,这个定证呢 它定证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 它其实也就是改证 也就是改 也就是说它 可能它觉得以前的不够好 然后它现在换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近期就是recently 那个这个湖北省 那我们知道 可能很多人知道 这个叫武汉 武汉virus 对不对 武汉virus 为什么是湖北省呢 因为这个武汉 它是湖北province 省就是province 它是武汉是capital of湖北province 所以呢 是整个湖北省 它改了这一个 一个标准 然后对 新就诊 什么叫就诊 就是去看医生 也就是去 去seek a doctor 的患者 患者它其实就是病人 就是这里是比较 比较专专业的用语 比较正式的用语 对患者 按照新的诊断 分类 分类是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面 分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也就是classify classification 都可以啊 它可以是一个名词 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然后进行了诊断 所以 所以它就对这个 这个分类进行了诊断 也就是说 它以前是认为 可能就是 看起来像 看起来不像的 这样一些人 它 它觉得它只是一个 疑似病人 只是一个 suspected patient 然后它现在 进行一个诊断了 然后再分类了 重新来组织了以后 然后它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 confirmed case 然后为与全国其他省份 对外发布的病例诊断 分类一致 为就是为了 与就是和 全国其他省份 我觉得后面的这些 你们应该都看得懂嘛 与什么什么一致 就是和什么 什么一致 是一样的 就是跟他们一样嘛 对吧 所以从今天开始 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 纳入 纳入是什么呢 就是加进去 把它放到里面去 也就是absorbed 纳入确诊病例 术进行公布 所以呢 就是它的意思呢 就是从今天开始 现在我们说的 应该是从昨天开始 然后这个湖北省呢 就将那些 已经去看医生的 然后在病床上 已经就是去看医生的 到了那里的这些人 都把它们分为 这个确诊病例 这样是为了更好的治疗 得到治疗 因为我们知道 以前可能有一些人 他就发烧了 他就咳嗽了 然后他就去看医生 可能也就 医生也就忙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方法去治疗 这种新的病 所以他们就没有得到 一些有效的救治 好 然后呢 这里说按照 笔者了解的情况和理解 谈几点看法 这个是笔者的看法 当然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观点无对错 但是事实有真假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 一篇文章可以发表 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 其实他的观点 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然后首先呢 他说是数据发生了变化 数据变化是因为 确诊标准发生了变化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情况啊 然后此前患者是否确诊 患者 刚才我们说了患者 也就是病人 是否就是是不是 能不能够 是不是 确诊就是confirm 他是不是确诊呢 主要是参考 主要参考指标是 核酸检验结果 核酸检验结果 核酸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个医疗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去掌握 但是我们知道 它是什么就行了 所以参考呢 就是reference 然后指标是index 所以这个就是说呢 以前他主要是靠这个东西 去看一个人 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心情肺炎 然后新冠肺炎 然后还需要结合这个CT影像 CT image 然后还有咳嗽等症状来综合的判断 这个是以前的情况啊 然后随着 随着疫情的防控深入 什么是防控呢 防控呢 它就是prevention and control 然后这里有一个症状 对吧 症状是symptom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症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病字的这个 这个 然后里面是症 症呢 它是它的发音的部分 然后这个外面的是意思的部分 所以症状呢 你可以说它是symptom 但是它就是只生病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随着这个疫情 我们昨天也说了 这个疫情 随着这个疫情的防控深入 临床的数据是不断的一个积累 然后所以他们就有更 就对这种病就了解更多了 也就是说 有个新的情况呢 就逐渐的凸显出来 凸显是什么意思呢 凸是凸出 显是显现 所以我们这里数据是data 显现出来呢 就是stand out 它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随着这个病啊 我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 然后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数据 有了更多的data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 有一个情况就 让大家更清楚了 就一眼就明白了 由于核酸检验的时间较长 那就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说 它的这个检验的时间需要比较长 所以一些患者呢 就是一些病人 他无法确诊收治 收治它也是一个合成词 然后收呢就是接收 然后治呢就是治疗 也就是receive and cure 然后但呢 病症的临床表现 有高度疑似新冠肺炎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他们以前 主要是靠这个办法 去看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 然后但是这种东西呢 这种办法呢 它效率比较低 时间比较久 所以很多人呢 就没有办法确认 也就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那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 通过医生的观察呢 他又发现这个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像 这个新冠肺炎 那怎么办呢 如果不改变这个标准呢 这一部分患者 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救助 对整个疫情防控 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好 所以说呢 他说 这个句子应该没有太多的 一个不认识的词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个 认定 他其实也是confirm 或者affirm 所以如果我们不认定 这个confirm的标准 这个standard呢 然后这一部分的患者 就很难得到一个 有效的救助 有效 就是effective 救助呢 就是 就是save 就是help 对不对 救助 就是save and help 然后对整个疫情的防控 所以呢 他就对这个 这个病 他的防 就是prevention 控 control 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负面呢 是negative 所以他就有不好的 一个影响了 所以这次主要变化 就是将临床诊断 纳入确诊的范围 所以他说了 这次主要的变化呢 就是将临床 我们说了 就是clinic diagnosis 纳入 就是加入 include into involved in 确诊的范围 的confirm scope 所以现在呢 只要是你 你临床 就是你到了那里 然后通过医生的观察 然后发现 你这个病 看起来很像这个病 然后他就 很像这个新冠肺炎 他就 他就认为你是新冠肺炎 所以那么一来呢 很多以前的疑似病人呢 现在就 就 突然间就变病 就变成了这个 确诊的病人 所以现在就 突然间就 全国就一天多了 一万五千多个 好 然后呢 其次呢 是这个 数据变化 体现了 实事求是 表明 应收 进收 再 加快 推进 好 这一个句子呢 其实是比较 中国官方的 一些句子 一般呢 我们也不会 这样写文章 那 如果你要看 中国的报纸 像这样一些词 你还真的就记 就 就得记下来 因为这样的报纸 你在中国的 官方政府的 报纸上是 或者是说 一些报道上 是常见的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其次就是 第二个 其实就是第二个 数据就是 刚才我们说了 data 变化 change 体现了 体现了 express 这个我觉得在 HSK4G里面 是有的 所以我就不说 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 中国的政府 说的非常多 这个意思就是 seek truth from facts 实事求是 然后表明 应收 进收 应收 进收 就是 只要你能够 只要有一点点 认为 它可能是 这个病的 然后我就 把它认为是 这个病 在这个文章里面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别的里面呢 就是说 我能够做的 我就全部把它 拿进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接受它 能够接受的 就接受它 这个可能我们在 一般的文章里面 用的也比较少 然后再加快推进 推进什么意思啊 carry forward 所以它就是说 我们就是 在这个 按照这个 事实的基础上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然后我们能够 尽量地把这些 这些病人 这些看起来 非常像有这个 新冠肺炎的 这个病人都加进来 然后移块地去 进行救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将临床 诊断病例 数量纳入 确诊病例统计 是实事求是的转变 好 这一个句子和 这一个句子 其实是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将其实就是 我们学过的语法把 但是把 是一个比较口语的词 那在很多的 这个官方的 或者是正式的文章里面 我们都看到用的是 将就是不是把 将就是把 把临床诊断 把clinical diagnosis 是 cases 数 人数 纳入 就是加入 involved add into 确诊病例统计 统计 是 statistics 所以就纳入这个统计 是实事求是的转变 那它转变的就是改变嘛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一个变化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种变化呢 对救治患者和疫情防控来说 是有利的 好 所以在这个句子里面 对什么什么来说是有利的 我们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这样去去去去改 主要就是想更好的去救治 去去secure 这些患者 这些病人 患者就是病人 还有疫情防控 然后然后就是将对加快患者收治 将也就是把 刚才 oh sorry 这里的将不是把 这里将是 将药 将药就是一个will 就是be going to will 这个意思 将对加快患者收治 也就是会 加快就是 加快知道 患者 然后就是病人的收 收就是接收和治疗 好 然后加快疫情防控 带来的积极影响 所以他就是我们也希望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希望能够 更快地治好这些人 然后能够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中国的人都待在家里面 都不可以出去 就算是回去工作的 也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14天 然后才能够去公司 其实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的情绪都不太好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这种改变了 这个评判的标准了以后 然后这个 更多的病人能够好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呢 也让大家的情绪能够更好一点 或者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些光明 然后下一个呢 是同时还要看到 数字变化主要体现在 在对确诊疑似病者 疑似患者的新增分类上 数据总量并未快速增长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好像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新词 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以前的一些疑似的病人 suspected的病人 然后今天呢就变成了这个 因为他看起来很像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算成是 count in two 这个confirmed的病人 这个确诊病例 所以呢 这么看起来的话 所以就我们也突然 然后这个确诊的病人就多了 然后这个疑似的病人 其实我们没有关注疑似病人 但是疑似病人 其实是比几天以前少了很多啊 因为他把它变成了 这个confirmed的病人 如果收治工作落实到位 相关数据也会迅速降下来 所以如果你看我们把以前的一些 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疑似嘛 不确定 我们就没有那么努力的去治他们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们变成了 这个确诊的病人了以后 那么就是努力的去治他们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么做了以后 努力了以后 然后这个数会降下来 然后最后呢就是 这个疫情的防控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了 疫情的防控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什么是关键 是key 这个应该是HSK4还是5的一个词 阶段 你可以说是section moment 或stage 这里应该是一个key moment key section 也就是说现在非常重要 大概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 一丝一毫 这四个字 就是一点点 他其实我们中文里面喜欢用很多四个字 四个字的 但他其实 他也有很容易明白的一个版本 不能有一点点的松懈 也就是slicken 不能够松懈 好 然后还是那句话 然后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政府报告里面看的比较多 干系重大 干系差不多就是关系 或者责任 在这里是责任 就我们有很大的责任 敷衍不得 什么是敷衍呢 就是play at 然后敷衍大概就是不把它看得很严重 认为不重要 这个就是敷衍 就是随便做 随便来 这个就是敷衍 敷衍不得 什么不得 就是不能够 所以就是我们不能随便来 我们不能slag 我们不能够放松 我们不能够往后走 我们不能够怕它退缩 就是因为你怕你就会退缩嘛 flinch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好 我们现在呢就就看完了这一篇文章啊 我希望我的讲解呢 你们也是能够听懂的 因为因为这样 就是这样对着大家说的话 我其实不能够去 像在课堂里面 我知道我的学生就是HSK四级的 就是HSK五级的 就是HSK六级的 我大概就会知道 他们知道哪一些词 不知道哪一些词 或者是说我们在说到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看 哦你不知道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但是现在这一个视频 我不能够像在课堂里面一样 也看不到你们的反应 所以可能我说的 今天是不是有点快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去提问 然后呢就是我也会把这个 这个表放在我的这个网站 Marco Polo Mandarin.com上面 然后还有的这一篇文章的链接 我也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所以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是可以问我 在这个下面问我 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 你们其实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看一下 因为这一篇文章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然后其实这一些词呢 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是以后 在大家的生活中或者是说 都工作里面都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一个 Vocabulary List 所以欢迎大家来下载这个 好那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